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两位呢 骑手呢 都是来自东北的 在不久前呢 也就是去年这个亚洲杯11月份的时候呢 曾经的这个遭遇 那当时呢 是这个潘振波呢 也后续之秀呢 战胜了这个赵无荣赵老师 那么这一次两位呢 又在今年的下两联赛当中遭遇 到底会上演一场什么精彩大战呢 好 先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两位骑手的简介 赵无荣来自黑龙江省的这个骑手 他在呢 1961年出生 曾经三次呢 获得全国个人赛的冠军 1991年呢 获得了世界锦标赛的个人冠军 两次呢 获得了全国象棋甲级联赛的最佳构思奖 潘振波是向其大师74年出生 在2004年呢 获得了个人赛的第四名 这也是他个人首次进入全国比赛的前六名 05年获得了个人锦标赛的亚军 也非常好的成绩 那么也在07年当中呢 代表中国队获得了个人亚锦赛的冠军 应该说潘振波呢 他本身呢 是来自这个油电体系的一位棋手 今年呢 辽宁籍的棋手 租借给了这个夏文坎务队 小潘呢 本身是在这个辽宁这个盘景 是这个中国电信部门的这个工作 应该说也是一位呢 这个陆林好汉 业余的选手 当然对于赵老师对阵呢 应该说从歧义上来看的 双方呢 也是有比较多的这个争夺 特别是两个人在不久前呢 这个赵老师呢 意外的失守于这个潘振波 也是引起了齐迷的一个关注 那本局呢 红方走的是中炮 直居 对黑方平骨马两头蛇 黑方前挺齐足 这个挺齐足呢 在高手队当中也是比较流行 对 就是黑方呢 这齐足一拱呢 就避免了红方呢 比如进三兵的这些变化 对 那如果走马上进三 那红方都有可能走什么样的变化呢 一个就是兵器进一 三兵器 另外一个就是边盘武器放 然后还有边盘武器炮 对 如果这个兵器进一的系列呢 跟这个强强齐足呢 就基本上还原了 对 完全可以输出同归 而黑方强强齐足以后呢 就避免了红方这个主要是三兵还有边马系列 那对此呢 红方呢 大多数其实都走G2-16 G2-16 如果走兵器进一呢 黑方也有左炮崩压的这种手段 红方G2-16 黑方走马上进三 马上进三跳正马 也形成了堂堂正正的这种平方马的阵势 那么走到这呢 红方呢 又有了这个几个选择 对 如果走兵器进一 这样的局面呢 就还原成七兵对七足 红方是直居 那么黑方大多数七手呢 平炮对军 平炮对军 这个成为套路比方 如果马七进六呢 走马盘河了 走马盘河 那七兵呢 固然也是正招 另外一路出现最多的就是马八进七 马八进九也有 这是老招 马八进九 就是在进攻上呢 另辟蹊径 那么黑方一般来讲叫马七进六 马七进六 因为这个马呢 就是当红方这个马屯边以后 黑方再走走马盘河呢 显得比较有针对性 对 黑方呢 也可以以这个为反击点 威胁这个足球 这个棋呢 最近一段呢 在全国高水平的队当中 出现的比较少 因为感觉黑方这个反击力 还比较强 对 当然这里边也有一些 小的战术纠纷 对对对 还是有很多战术手段 包含在里边的 对 这个棋如果挑边马 黑方就不能再走 这个两头手了 我们也顺便给大家介绍 比如说 这个棋如果再走两头手 这个棋啊 就马上这个味道大恶 好 红方有一个跑发风气 对 这跟这个正马完全不一样 对 那黑方就得被迫的马三进二 因为你不走它以后 可能要冲你啊 主要这具有用的你受不了 对 这个马三进二呢 就变成这个 另外一个变化了 那红方可以冰不冰 冲中冰入 这感觉还是红方比较好 下部棋 中国的有一些空 冲过去 所以黑方 这个棋的就是只有当红方走马八进七的时候 你才可以 才可以走这个 就是红方走冰七进一的时候呢 黑方才能跑八瓶酒 对 这两步 这个两种变化是互相关联的 因为有的这个爱好者呢 可能觉得这个棋啊 无论红的怎么走 黑的都跑八瓶酒 平方的鱼 这个棋就坏了 红方一压住 再走炮就推 推炮 红方这个时候他不再走冰七进一 而是 冰五精英了 采用效率更高的冰五精英 这等于红方的这个有效的这个大子 多出动了一步 这儿红方呢 这个攻势啊 比较强 对 速度比较快 他这个马 双马就连接就可以跳出来了 这个在布局上的知识呢 也值得我们这个爱好者呢 来甄别对待 就是红方 跳边马 跳正马 拱七兵 三大走法呢 这黑方的硬招呢 完全都不一样 你不能用老办法解决新问题 那马八进七以后呢 黑方足三进一是正高 当然有的七手 这个时候也有下马七进六 但是这个感觉呢 还是稍微有点强硬 略感生硬 黑方足三进一呢 是比较稳正的走法 本局当中 他们这个双方的进程 也是这样的 对 曾经一度呢 有些海外骑手呢 喜欢下这个G二平三 那黑方就可以直接跑到平 红方G三退一 希望把这个足呢 吃掉 再威胁这个足 这儿黑方可以跑到平 还保住这个局 对 这儿红方这个G呢 绕了一大圈以后呢 这个G过于频繁 因为将来 走得太多了 会通过掌G 再补像 红方这个G啊 走了五六不齐 效率比较低 应该说黑方比较满意 大家要知道这个 对于G二平三的这个硬 对 其实你说的这种招 我觉得反而就是 有的气质可能更爱看 就是比较实用 作为我们这个 广大的电影机前的观众朋友呢 就是说 你知道这个子力要协调 是 他退一步泡要赶他 他也吃你 他也吃这个足 飞边巷呢 这个阵型容易碎了 飞边巷呢 也有人走 那红方有可能再退一步 对再退 那平炮保住比较好 下步走G八金二 把这马保住 再联想 再飞向以后 再这个炮三瓶 提早机会来打G 所以说红方G二平三呢 就是显得呢 也过于急切了 其实我们相信很多 这个布局当中的 这个走子次序 都是关联非常紧密的 红方接下来走G就紧密 这个就变成了 点琴的啊 直横G 直横G 对 屏风马两头蛇 黑光走炮 请你打G 这打G也是 正常的下法 需要走的 如果你 不打G走 这是 红方走G九平 G九平六 那你以后就打不到了 对打不到了 你再打他 就进去捉你了 但是也有的 骑手这么走 但是现在来看呢 就是红方 在下的人少了 这是老普 以后呢 红方 可以根据情况 走并武器 因为打不到 打不到这个 过河G之后呢 以后这个红方的中路 可以推进的比较顺利 所以黑方可能 面临的压力会比较大 对 这儿就说红方的 子力比较集中 对 他这个都是从正面出击 对 你把这个G打走了 就不一样了 他对这个 七路马的这种压力 进行后打G呢 把红方列G呢 给他逼回到巡河 这儿黑方这个足力呢 就相对来讲 比较安全 是 利于防守 下一步 这个琴呢 就是又轮到红方走了 红方呢 走到这儿呢 有很多走法 最主要的呢 就是 三种吧 对七兵三兵 还有G9平六 G9平六 主要对这三种 这个G9平六呢 就是说 先不对兵呢 然后看你怎么走 看黑方怎么硬 然后相机再对 对 但是对总是要对的 因为这个思路在这儿 对 对七兵的黑方 就是泡八星二 对 黑方呢 可以呢 来浸泡呢 掩护住自己的这个三路足 这个其实如果要直接拱呢 容易丢先 对 红方一吃呢 都是先手 对 那泡八星二 保住 如果你拱掉我 我打过来 黑方可以打过来 还威胁着红方的这个底下 最近一段呢 就是说的 这么走的情况下呢 就是红方呢 在走G9平六 这里边也有一些复杂的变化 黑方 黑方不是 不是 红方在哪儿 也有捉炮的 也有直接压力 是在进气的 黑方走G1平三 在这个不久前呢 这个上海队的卸镜 对阵金波就这么走 它走一泡五平六 然后红方呢 再补像 对 就是黑方的右翼呢 也多少有点压力 有一些 它左翼比较安全 对 红方的子力向它的右翼集中 嗯 这也要引起呢 大家的一些 重视吧 那么这也是 B9前一些 大家喜欢下的 这么一些下法 那BG1也是一种 主流红手 可以说 另外呢 就是冰三G1了 接下来黑方 左G1 因为这个棋 也有的棋手 就是生硬的走PG1 嗯 但是感觉呢 红方这个棋 再走冰七G1呢 还是红方呢 有些主动权 嗯 黑方等于要 再走PG1 就说这个棋呢 这个变化 本来红方走冰七G1 黑方PG1 红方 红方在冰三G1的时候呢 黑方一般不再走PG1 不再走这个了 对 因为黑方 这么走呢 感觉呢 总是在 这种 较为消极的 对 消极防守 一般这时候 黑方都会冲掉 对 既然我能先鼓了 你鼓我 他冲 他也冲过来 黑方先冲 等于黑方先冲到 红方的马 是啊 所以黑方 这个时候 一般愿意接受 这样一路下吧 所以像张强刚才说的 下到这个局面 黑方很少有人愿意 在下PG1来 保住自己的气足 所以说呢 这个先冲哪个兵啊 其实里边是 变化就是非常不一样的 非常微妙 先走冰三级呢 黑方呢 一般就不愿意走PG1了 大多数七手 也都接受了 捧足 捧掉 红方 就要直接吃掉 黑方再马进去 曾经一度的 红方非常流行 具有名次 这种做法 如果现在 谁要再走这儿的旗呢 也就意味着红方 想把这旗走得太平稳 这儿的旗呢 确实是没有什么 便宜 黑方呢 就是老招是走14级五 然后红方走 对兵以后啊 感觉红方还是主动一些 新招一般都掌横居了 通过这个掌居呢 红方这个旗呢 确实呢 对 没有什么太多便宜了 因为以后他把两个居连在一起 就是随时可以腰队了 是 这个旗就说红方呢 暂时失去了进攻的目标 对 一般的旗手呢 现在很少这么走了 这么走就过于平稳了 现在不再走G9平4 再G9平2了 这个招是在80年代呢 一度特别流行 包括在九几年 那是在九年代中后期以后呢 黑方主要出现了狙击这种 这个比较稳健的 可行的防御方案 那红方呢 还是再把这个路呢 回到这个 这一个骑兵上来 黑方接受 接受 对阻 去三平七 去三平七杀过来 那黑方呢 平炮 他如果走 炮八平六呢 这些容易遭到 红方炮 对 这样有一个拆队 这感觉红方呢 这个红的好 比较鲜手 对 那黑方走 炮八平七 炮八平七 一大象 红方呢 七象 九平四 中马 对 黑方 G8平四 G8平四 保住也必然 红方 马三平四 黑方 G8平七 红方 马四 马四 红方 这几度七象呢 黑方 都不能吃 都不敢吃 对 他最主要 这个三路马 没有根 对 因为你吃完了之后 总是要丢子 黑方 去击平八 接下来 红方走 炮八金 这个炮八金呢 是比较有 战斗性的 这个走法 在下甲当中呢 也出现了 好几盘呢 走G4G2 G4G2 这个走法呢 并不是说 红方不行 但是就 红方呢 就是比较不得见 对 在当今的 这个棋异呢 就是大家研究的 比较精细的情况下呢 往往呢 就是形成了 这个合棋 这个棋 黑方呢 一般就是走 炮棘平六 直接一打 红方呢 炮兵了 对打 打掉 黑方也打得他 红方也打得他 然后他 红方 马来进七 马来进七 这是一个交换 然后他 下几炮 他也打了 他就拿吃了 再回 回马 再包上 这个棋呢 应该说呢 基本上 这个军事 这个棋局也非常平稳 红方能够 略好一点 比较容易把握 就是说 没有太复杂的 这个子力纠缠 但是这个棋呢 你应该说就是 红方 如果走出 居住自家上来了 那黑方 就是说 如果你拿先手 愿意把棋局下的 比较平稳 后手方一般 也很难 调起什么 就是说 红方的 总理来看呢 就是比较稳健 想利于不败 然后再 慢慢地寻找机会 当然 炮花基因呢 就是把棋局会 打向更复杂一些的变化 炮花基因是 比较有魄力的 一种说法 就是愿意 与对方纠缠 然后来 通过一些暴险呢 来 争取胜利 应该说 这种炮花基因的 这种招法 应该值得提倡 居士金二呢 在现在的这个时候里面 显得有点过于平稳 过于保守 对 那黑风这个棋呢 就是 走了一个炮击瓶六 对 这个普招 都是走 都是狮子近我 然后你炮我平 而一走 黑风 他这个时候 刚好有一个 马六径七 就是一个跳 然后打吊 黑方灯 然后上出来 这个棋呢 我们已经多次 给大家介绍 对 以前介绍过 黑方再走 居居居居居 你出来 有打江 再回去捉的 对 红方就等于是 强行吃 黑方一个子 但是姜位不好 可能这边 马炮有一些问题 黑方呢 也有一些抗航的手段 反攻的这个机会 那这个棋呢 现在呢 还有很多呢 棋手呢 还乐意接受 双方 都愿意接受 都有人在下 对 那就说明 这个棋局真的是 有下头 值得大家呢 进一步去探索 那本局当中呢 黑方呢 走了一个 炮击瓶六 炮击瓶六这条棋 非常少见 这是个老招 这条棋呢 就是背着没呢 还是感觉稍亏一点 红方呢 走区的瓶三 区是瓶三了 那还保留着这个 炮瓶而打死黑区的 这个手段 接下来呢 黑方走了一个 区发计算 这条棋呢 又是一个坏区 黑方这个区走到这 只能走 进区对峻了 红方对调 对调 一蹬 进区一桌 一桌呢 黑方再把马回来 那黑方也只能这么下 好不好都得这样下 肯定是红方好一点 但是黑方这么下呢 也还可以吧 就是暂且呢 还没有太大的毛利 对 就是正经的 还比较巩固 稍微厚手一点呢 也可以坚持 问题不大 但他这时候 没有下出来 这个G8进一 黑方呢 走了一步 G8进三 这个是坏区 确实是坏区 他没有注意到 红方随后有一个 非常凶悍的这个手段 对 如果红方要走 其他的这个走法 走四零八稳的呢 那这其实黑方可以满意了 比如以后G8平四过了 这边都有桌什么的 红方呢 就是抓住黑方 这个阵型上的这个特点呢 采取了强凶突破的这个手段 这个赵老师呢 而且突破的招法 这个效果非常好 对 给大家呢 针对这个局面呢 他做了一个很好的诠释 对 怎么去进攻这样的阵型 就是一马快双向 当然这个患呢 并不是那种中路开花的患 而是一种战略性的气策 金马 虎口巴牙 对 那这个 强行突破 这个棋 黑方也只能接受这个马了 因为除此之外 也没有更好的选择 黑方肯定是 事前的没有判断到 对 因为肯定是没看到这招 马尔静三太凶了 如果看到的话 我相信黑方不会下这个 G8退三的 那黑方这个棋也只能飞 因为你走 你让开车会跳一江 然后去把G7进三 对 黑方只能去飞 飞了 然后虎方这个时候呢 恰恰不吃这个马 如果吃这个马 黑方可以 回向 把向圆回来呢 是差一些反正还可以下 那虎方凶就凶在这里 他不再 对 不再急于吃回这个狮子 而是弃子抢攻 就是等于虎方呢 利用了高空站位 对 来弃子度势 对 破掉了黑方的向 而且黑方的底下 也在红方口里 黑方走 八六退五 接下来红方又走了 一个好奇 对 正常我理解 可能就是金鸡把向 直接吃了 对 或者可能要是再想 就是有没有这种 泡沫瓶三 要我觉得 泡沫瓶三呢 动作有点慢 这种攻击算了 对方可以 去发退一 但是当时 赵老师确实下出了一招 挺漂亮的好奇 就说这个比较紧凑 他去三间二 三间二 这一桌很妙 桌呢 让黑方这个 知哪个事都很难受 如果你知试试的话 我在泡沫瓶三 就很难了 对 如果你评于宝呢 评于宝 红方呢 就是简单的 有一泡沫瓶四打 你打试呢 他就中间吃泡一将 对 然后红方就大胆优势了 吃完这个马 吃这个马呢 你吃这个试要泡 对方有个知试 把你吃掉 甚至红方的 还有具体三个砍马 我觉得可能直接砍了 沙马一将再吃泡 中足也要死 但是泡沫瓶四 最简单 也非常好 他聚发兵人不能考虑 吃四级五也不能考虑 那黑方很无奈 只能吃六级五 那实战他也是选择的 吃六级五 也是被被无奈的 这儿红方等于 先手杀了一个枪 较将 把对方的一个枪砍掉 你要刚才这种局形 直接杀象的话 还是一个后手 对啊 那里外里 差了两不齐 这儿等于还轮到 红方走 对啊 等于红方抢到了两星 把象一吃 还轮到红方走 又退局做破 对 这个顿错打得非常漂亮 那黑方呢 看到这个 这边底线呢 有点空 他又选择了十四级 没办法 这个时候呢 应该说红方呢 从棋局上来看呢 就是等于少了一个马 一马换双相了 等于是 黑方呢 这个马呢 被迫当象去防御 马当象 这个位置也不对 主要是红方有后续 对 我们看这种型的 主要看 这红方后面 有没有手段 有没有手段 有手段了 就是红的弃子力 那如果没手段 这个其实黑方守住了 肯定是多次好 守住了 对 就是说一般多次容易有力吧 嗯 红方别勇急 继续 这就是后续哈 因为再冲 黑方很难招架 嗯 黑方也不动直接退炮 直接退炮的话呢 红方可以直接进去打 嗯 这个地方也要丢子了 因为黑方这个中马没有跟呢 这一打就很难受 你这样如果跳马 逼对炮 你又试丢了 一打这个 这个 试上如果丢太多了 将来这个防御起来就很危险 很困难 所以黑方这个炮也不能轻易退 对 所以他先走了一个 巨八进五桌炮 那么红方顺势把八个炮 跑八平三了 掉过来 嗯 这个 这个 威胁在将来这个闷宫啊 这个拘将来一闪啊 就是有闷杀 嗯 这个时候如果红方炮八平五的话 他可能就炮三退二就成立 炮二退二就成立 是啊 炮八平三呢 对 嗯 是比较 呃 理想的这个走法 嗯 他往这个时候走 炮一趟 嗯 红方走 炮五极 他炮二退三 炮二退三 嗯 炮二退三 他退二呢 就是说可能考虑到将来退三呢 如果退二的话 他怕将来红方啊 呃 就是有这么一砍 对 底线打架 一砍直接不是叫闷宫吗 底线一将就把那个地区给偷了 一将呢 人家把那个区打了 对对对 所以他退三不是 所以退底 正确的选择 这儿避免了红方直接砍 直接砍 马上速胜了 红方炮金 炮金先打 把这个区打走 炮八金 黑方这个区呢 得走个先手啊 要走后手更慢 还近 如果红方就在平二的话 黑方恰好呢 背后能跟住 哎 能背后这个 这个炮 对 红方这个棋走的也很妙 走了一个马七退伍 他看的这个 你不要炮 平时打我一串吗 这边要打串 我先忍让一手 而且把你这个 炮八平七的点 给守住了 以上就有聚三平二了 是 也很精巧 如果你要是炮八平三打我 我还可以先 可直接吃了 吃了 你打过来 我就杀中马 杀中马 这个棋也都丢光了 就这个棋啊 红方这两个巨太厉害了 它总是有这个左右砍 对 砍这个 左右闪击啊 还有这么砍 对 这么砍 都有 所以这个棋黑方呢 很难防御 能说防御起来呢 非常的困难 是 面临着这个 左砍右砍 还有聚三平二 对 还有个聚三平二 应该说 应该说 这个棋 红方呢 就是 逐步的 步入了家庭 黑方也很难招架了 这个棋 好 我们看看 最后 最后起步哈 它先下了 G8退四 先把G退回来 退回来 以后还是 还是以后 你闪的时候 有个G8平7 别攻击 一冲 有一冲 它对你 泡二平三 知之不理 嗯 因为你如果 泡二平三的话呢 红方的这个棋呢 有很多种 这个占用的方法 比如说 比较简单的 嗯 吃掉 这个 这个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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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红方的 对 优势也是 又这样 马捉死了 这中兵又要冲 对 中兵也太厉害了 呃 这棋 尽管黑方多于大子 但是红方的这个 那它马上就能 找回来 中式很大 对呀 这个子也很难 你要马我去刺 我撞一枪 冲一枪 我觉得 你知识 这个到处就 撞一枪 反正你又快 僵死了 这个棋 或者说 我不撞 我G7退步 对 这棋快僵死了 我觉得 所以黑方这个棋 这样不是 缺相啊 确实 太痛苦了 嗯 那它实在走 看来这个 我们以前讲过 这个缺势怕双鞠 你现在缺相 缺相怕炮 怕炮 这种鞠炮的配合 太厉害了 对 双鞠双炮 全使用劲 对 而且都是在 最好的这个 进攻的位置上 很有威力的这个位置 嗯 它现在 兵骨精英之后 它G1 手了一步 嗯 它 兵骨平六 直接打你的中马 嗯 这棋黑方已经守不住了 对 黑方呢 时间也没有了 苦苦思索 也想出好的办法 这样红方 直接泡不及四 泡打一浆 黑方就投子人负了 对 黑方就 一看这棋下不动了 因为你踩回来 我就打一浆 一回事再次泡 对 丢子丢得太多了 对 黑方呢 不仅烧两个相 而且还要丢子 对 那这番棋呢 最终呢 以红方的生命而告读 对 红方这个 马尔进山 这个棋西呢 可以作为一个 经典的战略 那么等于是 红方也是报了 一箭之仇 那好 稍后呢 我们还有精彩队军 再带给你 接下来呢 带给大家的呢 是广东 这个惠州华线队的 李鸿佳 后手迎战 厦门港务地产队的 谢奎的一本 建策局 对 下面呢 我们还是先看一下 两位棋手的简介 谢奎 来自于厦门港务 他是1973年出生 在2001年呢 获得了这个 遗祖的冠军 晋升甲组 在2003年呢 获得个人赛第9名 同时呢 晋升相机大师 2007年呢 代表厦门港务呢 获得了 向甲联赛的亚军 是主力队员 李鸿佳呢 也是一个相机大师 他是77年出生 在2002年的体育大会呢 获得了这个亚军 两届向甲冠军队的 主力成员 那这两届 也都是代表广东队出战的 2005年 个人赛获得了季军 也是他个人 唯一一次进入 全国比赛的 这个个人纪表赛的 前三名 那么谢奎呢 跟李鸿佳呢 这两位选手呢 在07的赛季呢 恰好是队友 没错 他们两个人 当年都是代表厦门港务队 应该说两个人 比较熟悉 知己知彼 那李鸿佳呢 通过这个选拔呢 在今年的赛季呢 又重新回到了 他的这个主队 也就是广东 贵州华圈队 因为李鸿佳呢 他本身呢 也是潮汕人 就是潮州这个汕头 这一带的人 早年呢 就是进入了广东专业队 其实这种外援的形式 就是像甲这种 比较优秀的取击手 也是有一些流动的倾向 这种外援的形式 也促进了各个地方 骑手的这种交流 对大家普遍提高 骑意也是有所帮助的 那广东队呢 由于这个队员呢 比较多 以往呢 这个每年呢 这个有这么三两名 骑手呢 流动出来 对 那么今年的这个 旅青教练呢 好像是对此呢 管得比较严 几乎没有借给 任何一个队伍 这个骑手 那也是为了 确保广东队的 一些优势地位 对 因为广东队的骑手 一放出来呢 好像发挥的都 都比较好 都很不错 对 包括这个李鸿佳 也去年呢 帮助这个夏门港屋呢 获得了这个 第二名 也是功不可不 这番棋呢 谢亏呢 谢亏先走 仍然以自己 很擅长的 谢亏非常喜欢 先手下这些人指路 对 然后红王走 当头炮 向三进五 谢亏呢 也应该说 这个成长起来呢 也可以说 是一个大气反强的 这个骑手 对 早年呢 谢亏呢 这个骑义呢 好像并不是给人家 留下了什么 深刻的印象 但是他一直是 山东本土骑手里面 比较优秀的 但是在全国比赛当中 并没有什么特别出色的表现 其实山东呢 也有很多这个人才 但是呢 确实呢 这个 一直呢 还缺乏这些 特别突出的骑手 是 那谢亏刚才大家也看了 直到几年以前呢 才晋升为这个象棋大师 特别这几年象甲呢 谢亏通过自身的这个努力呢 逐步 证明了自己的这个实力 也是被认为呢 非常得利的外援之一 红方采用的是 炮打中族 这个炮打中族呢 意图就是想 在物质上呢 夺取这个实力 那么除了炮打中族以外呢 今天我们还有一点时间 给大家 介绍一下 这个大致红方的布局的动向 这几年象甲 那个双方都在较量什么 最正规的 马尔进三 最常线的走马尔进三 那么黑方主要的应招呢 两种吧 两路 一个居住进一 横居 有的旗手呢 比较喜爱这个 将来居住进二 横居左移 这个旗呢 就是黑方呢 也是一种积极的防御 相对来讲呢 战线比较漫长 对 另外一路 主三进一 这个就比较直观 直接就打通这个三路线 这路变化呢 就是 最近一段呢 就是走得非常的多 黑方呢 也是取得了 不错的这个效果 最近呢 就是红方 再采取这二的 攻法的旗手呢 比较少 不能说没有 这个仍然是最主流的 但是相对于 前几年来讲呢 由于这一路变化 最近走得特别多 特别通过 最近一两年 这个向下的 这个双方这个交流啊 这路变化呢 暂时红方呢 没有找到什么特别 有效的 这个扩先的办法 特别好的这个办法 因为很多变化呢 都走出来了 黑方都找到了 较为可靠的 可以抗衡 是 那红方除了马尔进三以外呢 还有一个马八进九 马八进九 可以编码 这个编码的意图呢 就是想 好 缓步进取 首先避免了 你足三集一的 这个威胁 然后呢 再相机 夺取你这个兵足啊 这个棋的一般来讲呢 是展现比较漫长的 马八进九这种 还有从子力分布的这个感觉上 也是比较均衡 左右这个平均开展 不会给黑方 就特别明显的可以加以利用的这个弱点 它最主要的特点就是避开你的锋芒 然后呢 给你周旋 再游动 那么黑方也有走足迹尼的 剧九级一的 马八进七的都有 所以这个也是 还有一路变化呢 就是石油出现 对 又比较少 这个应该在八年代末九年代那一会儿 驱乐近五还出现的比较多 出现的多一点 那后来又是老虎翻新 他先补一招式 也是同样道理 为了削弱你的足底化的威慑力 然后黑方 大致就是拱其组 红旺上马 红旺上马 黑方在上马 出狙 红旺出狙 黑方也出狙 因为你长了 长狙 黑方在平泡队狙 也有走过河区 过河区 过河区 黑方呢 平泡队狙就少了 走马二时间 这一路变化呢 最早是 这个沈阳队的这个金松 他走出来的 那么最近 几轮现场呢 又有一些棋丑呢 在纷纷笑话 那到底效果如何呢 我们会 予以更密切的关注 那红旺呢 这路变化呢 相对来讲 也是有点寻求一些变化 稳重求胜 较为 稳步的一个基调 那么先指路 对足底炮之后 红旺在环中炮的 这个棋呢 就是往往行动 这种游动性的这个特别 那黑方补三项呢 又是一个 最为 稳正的 除了当时的那个三项 可能还有七项啊 七项还有生炮 八斤七 但是出现的频率呢 仍然是三项 三项最多 遥遥领前 对 这个三项 大家可能认为 还是容易掌握 而且对三项 后继变化的那种发掘 也比较深入了 红旺炮五金四 打一枪 那黑方 黑方不是 那红旺这种变化呢 就是 先得实力 先取一个中足 当然黑方呢 有所得 就是顺势呢 子力就展开了 马尔西斯一登 先手 红旺只能退炮 炮五退一 这个退炮呢 就比较有讲究 有讲究的 退一步退两步 一般习惯性的是退一步 要是退两步呢 他主要怕将来 黑马会比较活跃 马路比较宽敞 以后跳上来 对足或者马五 退一步 争取这个炮呢 就立在这儿 给黑方这个马将来 这空间比较窄 跳出来的时候 我有一个自然的挤压 对 黑方拘一片 捉一下炮 捉炮 回将马 红方呢 马拔禁六跳出来 然后黑方再拒走鞋 这个也是最流行的 这也是当前 这是炮打中足变化 迅速出动两个鞋 对炮打中足变化 就比较容易形成的一个局面 马上上三 黑方拒走鞋六 黑方呢 目的在于 他迅速出动两个鞋 对 红方兵三级 黑方拒二级四 就是黑方在两个鞋 都鸣了以后呢 来追赶红方这个中炮 希望赶走红炮 或者呢 对红方的阵型呢 有一些的 威胁 红方走兵务机 他仍然是不愿意退炮 黑方再走鞋六进 黑方这个鞋的绕一圈以后呢 将来就是有 居留品次在鞋四对一 来吃这个中兵的就是 因为把这个红方的中兵一拔掉 红炮就等于被 处于被捉死的这种困境 所以这个红方的中兵如何保护 也是以后发展 红方需要处理这个课题 这里边呢 就是看起来先具有什么 一些狙击啊 好像差不多哈 但实际上呢 这个差别很大 有区别 嗯 十年当中的红方先走狙击 对 然后黑方呢 走马八进七 马八进七跳起来 这个挑正马也是 步入 两千天以后呢 逐步出现的走 最早都 以前都是跳边马 对 挑正马后来觉得这个 反击的能力要强一些 嗯 以前的思路 就是跳边马 然后炮八平六这样 马九退七 这么一个路子拐出来 嗯 那最近呢 就是挑正马比较多 嗯 这个炮打中兵呢 也是啊 很多这个骑手呢 都乐于采用 是 因为他这个骑 毕竟红方先得了 一个中足的实惠 对 包括这个上海队的 这个胡老师 哦 呃 在他这个代理下 还有呃 最早采用比较多的呢 江苏队也比较喜欢下 嗯 最早采用最多的是 这个爱兵模范 这个大连的 普红波 沈阳的这个普红波 嗯 他有一度呢 就打的路兵特别多 嗯 咱们老的骑手里边呢 采用比较早的 比较多的是 这个安徽的许波 哦 他在 那个九十年代 八十年代末期 到九十年代初期 就老炮打个男人 但是那个 那个时候打路兵比较少 但是那会儿 对这个布局 整体的这个研究发觉 没有那么 对 深刻 嗯 那个许波呢 因为当年跟我是队友 嗯 他有的时候 我们俩也摆一个棋 所以那个时候 他打的比较多 嗯 当然现在呢 成为一个流行的 这个打的人 那就太多了 大家也比较认可了 因为对一个未知的布局 当初 大家也是一种 试探性的态度去下 是啊 黑方走上马以后呢 红方这个时候又面临着这个选择 嗯 本局当中的红方走的是 炮八平七 这个呢 也是棋手们苦心几率以后的 啊 一种呢 球变的选择 球变的选择 这期最早呢 都是走巨六平八 巨六平八之后呢 那边你知道这期黑的这个 虚装吗 巨六平四吧 不是 巨六平四就是跟 炮二平七就没有区别了 没有区别了 黑方都是走巨六平一 哦 这个期很精细 嗯 他把这个边边扫掉 就当你炮八平七的时候呢 黑方再对这个局 嗯 这儿红方只能登回来 是不是 登回来 他再居平二桌 就居平二桌 嗯 就是这个期看着黑方 好像很重复 对啊 但是黑方呢 也有他的道理 因为你马八进九不行 马八进九 这儿有个切双 马八进六 那我再马八进六 黑方再走巨二平四 哦 再走巨二平四 因为他直接走巨二平四呢 他怕红方将来就巨平八 有一个巨平八 这等于变成了 对这一代呢 对这一代呢 有威慑 那他通过这一个顿挫之后 等于是 再把你马掉进 哎 把红巨也挡住了 那 将来黑方的反击呢 就是两个马 马七七五 以后队三七兵 还有一个炮三七兵 打兵 嗯 这个期呢 黑方应该都可以 也出现了很多变化 那么几个比较经典的对局 包括洪荣华对赵欧荣 嗯 还有很多这个高手 都走到过这样的局面 后来走来走去呢 就感觉洪方啊 便宜不是很大 最后呢 就是洪方呢 进行了改革 嗯 那洪方这个改革呢 这个代表的这个招法 嗯 洪方走炮八瓶器 他先走炮八瓶器 嗯 就没有先下这个局六瓶八 以往常见的变化 他先走炮八瓶器的道理呢 就是为了避免 对你就少了一个局六瓶器 把这个别人吃 对这其实这个 很微妙啊 这个地方 然后呢 洪方炮八瓶器以后 黑方实战呢 是走个局六瓶四 局六瓶四 另外呢 在不久前呢 这个 现代联赛当中的 汪洋也曾经走 居二瓶四 然后拿这个局 来吃这个主瓶 应该说 这也是一个 比较新颖的思路 必须可以考虑 也是值得大家借鉴 其实我觉得很多时候 大家愿意用这个局来吃 就是两层意思 一个是我这个局 封住洪方的左居 另外一个 这么一把 这个炮就得吃死了 嗯 当然这个炮 没有那么简单吃死 因为洪方肯定 还有其他的手段 嗯 他先走居六瓶四 对 洪方呢 先走了一个 居一平二 居一平二 然后黑方呢 走了一炮八平九 嗯 我就一直很奇怪 他这时候 为什么不走马七进五 这个马七进五呢 其实 也是可以考虑的 嗯 这儿等于黑方 这个就是子力 在跳的速度上 要快一步 嗯 他可能觉得 这个马 将来要马四进五 给马七进五 留着 留着这个中间 这个位置 而实际上来讲 黑方也完全 可以考虑走马七进五 嗯 这儿毕竟黑方 这个子力出度的速度呢 要越快一点 嗯 而桃花冰九呢 却确实呢 有点毛病 嗯 我们再往下看啊 这个他主要 有一点什么区别 这个交换以后呢 这个区别很大 嗯 红方巨九零八 巨九零八 那这时候 就是看起来 有一个四巨界面 但是因为黑方也可以 这个红方也可以 刹两个字 你四巨界面 他就巨二屏就吃 吃 你吃巨的话 我吃嘛 那么红方的子 占据比较好的位置 黑方如果走巨二屏四呢 避开那红方九零马六 马六层马六层 马六层跳出来了 这儿感觉红方呢 这个子力呢 比较集中 嗯 黑方虽然说 也能吃得最中 但是这个 但是这个可能吃不到了 你再吃我就泡屏二了 泡屏二 泡屏一打居 要丢东西 是啊 所以说这个体呢 黑方有点过重啊 对 所以他接受对居呢 不能下得太执着 理所当然吧 嗯 他这时候就接受了 对居 红方登回来 这时候用居四推移来吃 对 黑方 现在终于这个居呢 终于把红兵 要吃在口里了 但是吃掉这个中兵呢 也就是红方计划之类的 哦 这个招法 那红方呢 以这段招法下的 还是依然挺深远的 对 红方呢 应该说谢亏呢 对这个棋呢 嗯 肯定是 研究有素的 对 我觉得他因为喜欢下 所以可能 下得多 理解的也更深刻一些 他对这个局面呢 应该比较熟悉 嗯 那李鸿佳呢 在这方面呢 没有他准备的更加充足 对 所以不知不觉的呢 滑入了这个 陷阱 红方的 这个准备的 这个圈套 嗯 红方走最二天楼 来对局 那这个时候 黑方如果接受了 等于是红方中兵就剩下了 对 所以黑方呢 就是刚才如果要不走 去的退移 也可以考虑直接走 跑去进三 哎 直接打 先打一个兵 嗯 这儿在兵足上呢 先取得一个平衡 先占点实惠 哎 如果你对局 就对了以后 那我就对了 我再跑三拼二 再逃开 嗯 应该说黑方 可能从位置上 也是可战 差一点 稍微差一点点 是啊 嗯 那他居的对一 他觉得也很差 这个很有诱惑力 你知道吗 就直接一招就吃回来了 那我们看看 红方怎么设计的 这个局面啊 他走居二成六 对居 那我既然这个 冰在口里了 我肯定得先吃冰了 就再对就没意了 那黑方如果对居的话 等于少走了一步棋啊 少走了一步棋 最主要红方少了一个中兵 对 这个残局下起来呢 你看说红方的优势 肯定是红方优势了 嗯 那走到这儿 黑方为了气节 那肯定也要先把中兵吃掉 把中兵砍掉 嗯 这个棋也挺巧的 你如果这时候打试刚好 他可以上将 对啊 上将 黑方可以不丢子 那红方百丢一看 对啊 所以说 红方这时候交换了 也没意思 红方下了一个居六近四 我觉得这条棋挺好 对 这个棋的居六近四以后啊 这条棋确实下得很好 突然 黑方一看这个居啊 那居不对了 入到峡谷里边去了 对 你要没有这个居六近四 无论你怕往哪儿让 我马四近五一跳 黑方这个居呢 你看 周围没有空间了 对 被红方这个子弟啊 给包围住了 热死了 当然死还没有死 你现在就是说 找不到你怎么出去 实在当中呢 可能李鸿佳对这个局面 也是估计不足 嗯 所以很快的这个棋啊 就把棋具给走坏 嗯 那黑方呢 除此以外 除了他实在走法 冷静一点 可能是不是就 还有几个走法啊 一个是炮三进三打 对炮三进三打呢 感觉也是红方好 那我也下这个 一个是炮击退一 嗯 另外也可以走 十六近五啊 我就顺势 支 也是可以 我顺势支 我就回来对了 回来对了 嗯 可能问题不大吧 对 不行 我打掉 打掉丢 你只能平 平 平我再 马八进走 感觉也是红的好 嗯 以后的马九进七 对红的 这个局还是局处 嗯 红的也有线上 那如果总 炮击一退 也是可以 嗯 因为你要炮三平二的话 就直接把局打死了 你不能炮三平二了 只能炮三进 对啊 红方马八进 你又一蹬 嗯 我觉得这样 肯定是 这个红的好 黑方 怎么办呀 如果这个为了 跑去只能 炮三平六 那我这一打 这个马怎么办呀 打它就平地吃 吃点 那红方马 顺其自然嘛 进马一蹬 那也危险了 你要是那样下的 哦 张强可能这边一杀 旗都快杀住了 要是敢那么坏 是 黑方只能聚集压制 对 这边这局都太低了 这个旗呢 就是 一般说也是红方比较主动 这很容易被杀住的 我觉得 呃 鞠六平八一杀怎么办呀 平九啊 平九啊 这个旗还挺强的 呃 这个讲集之前 我仔细看了一下 嗯 他鞠六平七的话 黑方恰不怕 不不 我平 还一跳 我们先给这个大家解释一下 一吃足 对方有一个炮金刺打 他正好你不能吃马 吃马他炮了平火 那我持续回去吃也行 对 持回来吃 回去吃也没有问题 打相 打相飞了 再吃马 哦 黑方再炮金刺打出来 那可能也是红的好 红的略好一点 对 呃 黑方呢 还有一个办法 红方还有一个办法 就走去着平九 平九 平九他也得进中马 他也得进中马 对 然后红方呢 有这么一个动作 这个黑方比较好 这个江南就是 这个像这里边渗透 黑方右翼呢 我看是不是这样打出来 也可以考虑 打出来他破了平四 破了平四 我就填进去 填进去 他们马五腿三 哎 填进去 马七上六 那他是不是强行 那这样江都不怕吗 好像也挺威的吧 嗯 这个旗呢 就说的 很危险的 简单的说吧 就是说红的呢 这一代呢 肯定底线出旗了 这边太空了 右翼呢 有点空虚 肯定的 啊 这地方肯定 又有点空虚呢 呃 黑方呢 多少呢 有些不安全 对 这旗我觉得 他不能这么去换马 这炮 炮了太危险了 但是大家也没有办法 这个旗 这个旗就说的 走其他也容易吃亏 那他黑方也只能这么走 那就是说 看后边的 你现在看起来 就是说 他有个 有一个炮漆退一 还有一个16进五 这两个都可以考虑 嗯 那黑风还有一路变化 就是 可以考虑走炮成军 可能也比实战的 做法要好 嗯 如果你 再退炮 准备打死我 那 我也炮成军四 嗯 我可以解决 当然这个炮灯退二呢 以后呢 就是洪空有炮击瓶疤 嗯 对啊 炮击瓶疤 这样也是可以打死 对 所以黑方这个狙呢 也很麻烦 还是存在着 其实隐患 这个总是不安全的隐患 还是存在 黑方只能在炮兑队保护 那我一打怎么办 你把我狙 我在炮灯平时打你狙 那我让开呢 我一让开 不是把狙就陷死了 是啊 所以这个旗很麻烦 保又来不及保 对啊 所以说这个旗呢 这狙太危险了 这么扒了 关键是 我扑一扒 然后再打出来 再这样打出来 那可能只能这么走 那我就不行 就上马上马 这个旗呢 肯定也是红方 肯定是红方好 但是就说 黑方呢 可能最顽强的 就是泡灯圈 嗯 扑一扒 再打 哦 这样下 这样呢 就是让你这个七路炮呢 不要直接对着我 嗯 这个相对来讲呢 黑方呢 还有一些 抗衡的机会 纠缠的机会 那黑方走到这个局面了 狙已经走到这了 那就没办法了 也只能走 炮灯圈 我们飞起来 炮灯圈三 那么红方 有些手的 那炮灯圈二呢 相对来讲呢 局势还平衡一点 对 那实战当中呢 黑方呢 就是就把这个炮 绕出来了 他忽略了这个自己 他想用这个炮 这么来打 他肯定这个地方 我觉得这个七啊 黑方肯定也意识到 这个局有点不对了 想来想去 怎么办法解决 他肯定不会想到 这个局不对了 但是这个方法 怎么解围 应该说 没有找到合适的方法 对对对 可能最佳的 就是炮灯圈 或者说 这是唯一的一个 正确行动 这么解啊 那炮灯瓶八 以后呢 红方如何去 围困黑方这个局呢 对 红方就是 红方炮七退一 很简明 就直接现在打死局 这个局黑方 恰好炮灯圈三 就来不及了 他炮灯圈一打 一打 就去没丢去了 你送江 我给你落掉 白痴了吗 你再炮八尖二 我又想去 对对对 那黑方呢 可能先打 来炮八尖二打局 那李鸿佳呢 当时可能设计的呢 觉得这样呢 还有机会 但实际上 红方呢 这个时候有一个庙所 对 炮一打势了 一下把黑方呢 一下就击碎了 这个中间 中路开花了 那黑方呢 这个防御的 这个美梦呢 这一下破碎了 等于这一招棋 就把棋给走输了 红方一招取胜啊 因为什么呢 黑方不能支 一支他 有达自己居 他不吃你的马 对 这起红 黑方很无奈 对 关键是这个打死鸠太凶了 黑方很被迫的 飞向 去飞高向 为了解围啊 他为了防止这个鸠打死 但是这个围呢 恰好也解不掉 是啊 红方去论他一吃 只能鸠吃 黑方只能 退鸠吃 你走别的吃还是打死鸠 黑方呢 还走得很顽强 已经是最佳的方案了 对 但是这个整体的鸠吃 落后太多了 但是你看这个像 也在红冰的口里 红方走的这步棋也很精确 对 没不及得走得很准 对掉以后呢 故人也是红方优势 优势 但是毕竟慢呀 所以还是要保留鸠 可能会下的更快一些 这个时候红方再 他又走了一个 这个时候呢 红方走鸠六斤 就稍缓了一点 红方最好的走法就是 先直接 别忘了 只能知识是吧 红方在鸠六斤 这个局面 红方就迅速取胜了 你用马西进 你自己就拉死了 我就不用走了啊 你如果继续让开 我说应该是 你自己的鞠的 把自己马 马腿给连住 这儿红方应该说 取胜速度更快 红方都可以吃掉了 吃光了 将来红方必要的时候 可以泡我自己一僵 先一僵 就是把黑方的其余事项 再多吃两个 因为有这个马 守着底 是根本底线 没有问题 现在炮浆 再吃这个马 对对对 你说的这个太妙了 他应该还是先走 炮气屏股 当然这个红方呢 走到这儿 他也意识到优势很大 当时我也是看到 这个奇余的时候 就觉得这个很正常 他所俱乐队一呢 我也觉得这招心 也无可非议 但是不如这炮气屏股 当然这个更快 这儿红方是等于 多室有多兵 这个就直接 基本上获胜了 那最后一段呢 尽管黑方也走得 比较顽强 但周阴呢 这个形势差太多了 少是象还少兵 他俱乐队一走得也很稳 他并不用急于 去吃这些事象 嘴里的东西 他先把马都跳好 都连好 让自己不要出毛病 去下 红方先吃一个兵 俱乐队一先吃一个 怕他平四了 李先签这也没什么意义 其实 李先签他就盘两个马 对 因为红方已经多一个兵 多一个试了 应该从这个 最后进攻的 需要上来看的 对 物质力量 物质上已经够了 而且子流位置上 这个黑方的居马 又比较 是 挤在一起 应该说红方胜事了 对 已经胜事了 我们最后一段时间 来看一下 红方如何在 这种胜事面前呢 他怎么打碰 对 看他怎么下的 再吃一个兵 再吃一个兵 这等于是多两个兵 加一个试 怕八退三了 黑方顽强的 人在防守 红方 跳中马 马三进五 这样一跳 红方不仅多兵呢 又多试 更主要是 他就阵性没有毛病 位置还好 所以说这个棋呢 就是 就是看怎么动手的问题 黑方确实没有办法 八平七 还有把这个顺势 多了三个兵 对 马七一八 那黑方看手也手不住 对 索性就跟对方 拼一下 看看有没有机会 马五进六 那一般这种棋 作为高手来说 是不会给对方机会的 马五进六呢 这个地方呢 就是红方这个二楼炮 这个中手兼备 就是你来点二楼的时候 我就补了14进五 对 这个二楼炮呢 往往是 防守的最佳的 要守的时候 更见这个效果 对 它16进五 可以好 16进五 来继续瓶三 红方还吓得挺稳的 红方捉一下 不让你这个炮老瞄这一项 对 炮四推 这方担子炮 担子炮又自己 把自己纠缠在一起了 红方再马七一 对 这样五平六 红方再试一下 对不起 红方盛事已定了 红方这个逐步的 控制住这个局面 以后呢 就说的 不要出什么插座 大的问题 患子也可以接受对子 然后把位置呢 站得再好一点 慢调 愿意对子就对子 对 你就看红 其实现在等于就是 看红方这个表演了 怎么一个入局的表演了 是 去三平二 我们看 我们把最后一段招法看完 看红方是怎么把这个 对 红方这个旗的 也不能太大意 如果你走得太松了的话 特别是 给对方有反对的机会呢 也容易有一些的 差误 那红方就走得比较稳 他去三平二 再捉一下马 适当地放几个兵 对 黑方 他没有 他直接马八进七了 如果他要登兵的话呢 就这个马将来的位置能比较少 恐怕呢 可以 需要的时候就可以把你 那他可能以后就这样 冲兵就行了 对 这也是一种手段 盖住你 将来 再堵三平 对 黑方走 马八进七 因为现在这个棋局胜负 我觉得对黑方来说已经不差那个鞭丁的问题了 就是你吃了也解决不了问题 他可能还是想往这个中间这一带跳一跳 找一些纠缠的机会 有没有一些什么手段 对对对 鞭丫平斯德鞭 红方呢 往下的特别稳 就说 这种棋呢 就是什么情况呢 迎起不闹事 好 就 很稳的把棋局迎下来就好 就是红方呢 由于多了这么多兵了 嗯 又多事 对了鞭呢 就特别容易掌握 对 这个也是值得我们爱好者借鉴的 当你在物质上 有比较巨大的优势的时候 就可以主动去谋求 换子 换了子呢 就是棋局呢 比较简单 更简明 更易于控制 对 那好 我们最后的一段招跑 最后几招起 换子经营杀掉 15斤六 嗯 15斤六一吃 我们呢 就说这几个兵的暂时过不去 还需要有点耐心 慢慢下就好了 他们逐步的建立好位置 将来把这个丢马呢 给他赶走 嗯 将六平五 这样泡拔近四 下的还挺 还要谋这个黑方的颠足 炮七瓶酒 炮七瓶酒 然后就是一人吃掉一个 炮二瓶一打掉 炮酒进五打掉 炮酒进五一打 这样的洪峰依然是多了三个兵 对 一般我们来看的就是 多一个兵 在多一个事项呢 就是很有希望 有勇气的机会了 就是说如果干多一个兵 比如对方 事项要是全 你只剩下一个兵 那需要位置特别好 是 一般比较难赢 多两个兵 多一个兵再多一个市 就是赢的机会就非常大 多一个兵或多一个市 或者一项 就得多两个东西 或者多出两个兵来 这个赢的希望就非常大 对对对对 那现在红王多了四点东西 对 多了三个兵加一个市 对 多的都是太多了 胜圈三祸 嗯 就是呢 不要使自己走出故障 对 他抛一退一 对 走到这个好位置 然后底线打僵 交一交 那等于就是一个时间问题了 黑方也只要上架啊 如果飞向 就要打回来 对 马五斤四 马五斤四一跳 马七斤六 这马还没位置了 黑方呢 唯一的反击呢 就是将来这个 一个是有草马 但一个将来就中炮马 但是主要它没什么籽配合 降位还不好 这个棋没有办法 就是我觉得可能就是习惯性的 走几招 要把这个棋去走啊 是 嗯 我们来把它看完 马四斤六一将 出来 降火通掉 嗯 然后最后一步棋 后马去死 等于这样一下子 把 八角马把那个将给定死了 对 呃 虽然说没有绝杀啊 但是黑方呢 如果再建签下去 要丢东西了 对 你现在怎么守啊 马四斤六是试杀棋 这个位置也都做 没有办法守了 胖子一这边 胖子一这边白灯 你要飞向的话丢炮 对 所以说呢 呃 这个棋呢 黑方呢 这个 失利呢 主要是这个鞠啊 走入这个险地了 吃到这个中兵以后呢 被红方啊 啊 这个围困住了 特别是红方这个炮打东西啊 一枚流神 把这个鞠自己陷进去了 永远面临着这种 所以说这个 中局的这个作战啊 必须要有这个比较长远的这个计划 对 呃 看起来好像吃中兵没有什么问题哈 是个好手段 但是 红方按抚的这个玄机 还是要有所察觉的 但是黑方要走出炮灯车来讲呢 还算比较顽强 嗯 呃 能对红方的这个优势呢 起到这一定的干扰作用 对 那后来呢 确实是这个局势呢 呃 一落千丈 对 一被黑方 这个红方炮击中视之后 就已经很难控制了 好 朋友们 今天的两方对局 就这样介绍给您 感谢各位其友的收看 再见 好 朋友们再见